好 連續唱了兩首輕快的歌之後 接下來這首歌是一首慢歌 嗨 你要唱歌嗎 好 再跟大家稍微說說PR樂團的故事 PR樂團到現在大概有四年多的時間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從來沒有在電視上面看過我們 因為我們是一個獨立樂團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表演 都會在音樂季 或者是單號售票的地方表演這樣子 那偶爾也會跑跑成品巡迴 如果有發專輯的話 如果運氣好有發成專輯的話 對 好 那我們成軍這四年 其實換了很多很多的團員 然後也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哇 人越來越多了 你知道嗎 對 很開心 因為其實來台中表演的機會沒有那麼多這樣子 然後這次 很感謝陳平讓我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演出唱歌給其他地區的地方的朋友聽 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到台北也比較多 那接下來這首歌叫做《沿途》 它其實就是在寫PR樂團四處徵戰的故事 哈哈哈哈 對 就是我們去年去了日本巡演 去了四個城市 包括東京京都大阪耐良 然後也去了美國紐約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在台灣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表演過 算是非常有趣的經歷 所以這首歌是 要送給許多支持PR樂團的朋友們 還有包括在座的各位 謝謝大家願意坐在這邊 連同我們唱歌 也許你只是來喝個咖啡 吃個冷氣 我突然覺得很吵 哈哈哈哈 這怎麼會有噪音啊 怎麼會有在那邊鬼火鬼叫 哈哈哈哈 好 這首歌送給大家《沿途》 謝謝大家